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上的是数学作业单元期的答案讲解 这个星期的网课将会是我们最后一个星期的网课 所以我们的数学只剩下四堂课 那今天的数学讲课老师会讲单元期 数学作业的整个单元就是从42面一直到48面 所以准备好你们的这个数学作业还有你们的文具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有坚持来上网课的同学有把作业完成 然后有做定证的同学你们都很棒,真的很棒 我们来看练习一的第一项 这个是第一个技能 我们上次看那个教学视频他有认识这个坐标对吗 那么X轴,Y轴和圆点 这个应该很简单,对不对 好,来 A指这个Y的,它是什么答案 Y轴,对了 Y轴 B,N轴 指的这个呢 是圆点 B,圆点 然后C很明显的,它是X轴 OK 这个很简单 大家都答对了 应该是都答对了 好 第二个技能是找出坐标 视频里的找出坐标呢 我们要讲读坐标 上年级有学过啦 坐标呢 我们要先读它的X 先看X 然后才看 竖轴Y 横轴是X 先看横轴 然后才看 竖轴 所以我们来看J OK J J的横轴是在 J的横轴是在 零 它的Y轴是在 三 所以呢 J的坐标是零和 三 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看K K在这里 K的横轴是 二 然后它的竖轴是 零 它的Y OK 所以它的X 是它的横轴 是 二 现在我们看L L的横轴是三 它的Y轴是 二 OK 三 二 所以呢 X是三 Y是 二 OK吗 好 这题很好玩哦 这题很好玩哦 这题很有趣 它就是呢 要在这个 这个叫 迪卡尔平面图 迪卡尔平面图 有横轴 有数轴 有X轴 有 Y轴 每一个点 是 1 一个单位 1 2 3 4 这是1到12 这个也是 1到12 好 那第一个 P 它要我们点 P的位置 OK 所以呢 P的横轴 X轴 X轴 X是 1 Y是 10 所以 X 是 1 我们就 往上走 10步 在这个点 OK 在那个交叉点 我是放大来看 那么 在这个交叉 这里 涂一个 黑黑的点 就可以了 好 不是只是 涂一个黑点哦 我们还要在这个黑点 旁边写什么 OK 在上面写 P 一定要写 那个字母 好 我们接下来去看 Q Q的位置 是在 4和3 OK 4和3 对吗 4啊 1 2 3 4 4 然后上去3 这里 OK 4和 3 在这里画一个 黑黑的点 所以它是 Q 好 接下来 R R点是在 2和 6 OK 2 2啊 1 2 然后再上到6 1 2 3 4 5 6 所以它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 R点 OK OK 2 6 S 是7和5 7 7在这里 然后5 5在这里 OK 7和5 所以它是 S OK T 是0和8 所以是 0 8 直直上去 我们在这里 这个是 T U是12和 11 12在这里 然后11在 上面 12和 11 这个是 U 看不到 12和11 放大 放小 好 所以你们看 检查多一次 哈 这个是 P 然后这个是 T 啊 这个是 P R Q S 最后一个是 U是最远的 对吗 记得每一个黑点 找到了它那个点的位置之后呢 一定要写上 字母 好 对的话你们可以用红笔打勾 老师没有跟你们收回数学作业来改了 因为 我都有 老师都有录这个教学视频 就算我收回来改也是会来不及 所以呢 老师相信你们应该可以自己检查自己的答案 好 现在我们来看练习室 根据下图在空格里填写正确的答案 这个是认识比了 比与比例 OK 好 我们看图片 有猴子 有鼠鹿 有河马 OK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小鸟吗 OK 还是水鸭 我们来看第一题 鹿与鸟的数量的比是多少 注意哦 鹿是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先写鹿的 数量 鹿有几只 对 只有一只 你们懂 还记得比的符号吗 对 比的符号就好像一个冒号一样 OK 这个鸟有几只 在这边 1234567 1比7 好 接下来 鹿与猴子数量的比 鹿也是只有一只 猴子有几只 123456 是6只吗 我们再看多一次 对 是6只 这里有两只 这里 13456 对 总共6只 一比 6 好 鹿 又是鹿 鹿与鸟的比 鹿也是一只 我们数 我们数合吗 有几只 123 三只而已啊 这个不是 这个是石头来的 OK 只有三只 1比7 对打钩 1比6 对打钩 1比3 对打钩 要记得它的那个 次序不可以掉乱 掉乱就错了 中间这个要放 冒号 你们冒号要写好 两个点 不要写到好像等于一样 就错了 我们去看D 练习5了 好 练习5的第一题 它说 卉卉 有5块橡皮 卉卉 以致命的橡皮的比 是1比2 致命 有多少块橡皮 好 这题的算法是这样 1比2 这个是卉卉 对吗 OK 这个是 致命 好 所以你看致命 就是卉卉的两倍 那卉卉如果有5块的话呢 致命有几块 这个是1乘5 等于5吗 对不对 所以2乘5等于多少 对了 10 答案是 A 好 第二题 一个背包的价格是 200几几RM200 背包与行李箱的价格的比 是1比8 一个行李箱的价格是多少 这题跟刚才那题一样啊 1比8 这个是 背包 这个是 行李箱 背包是200令吉 所以行李箱是它的八倍 所以 一倍是200 八成282 16 外面加两个零 1630 C OK 这个是比 现在我们去看比例了 比例 比例 上面 OK 可以吗 清楚吗 我先调一下 好 这很新上前写正确的答案 这个应该是龙珠果 龙珠果14令吉 然后芒果的价钱没有显示出来 对了 这是火龙果 芒果和火龙果的价格的比 是1比7 计算芒果的价格 计算哦 你注意 来 1比7 1比7是芒果和火龙果的比 对吗 就是 火龙果的价钱是芒果的7倍 然后它要找芒果的价格 OK 这里看到吗 所以 它告诉我们 这个火龙果是14令吉 所以我们的算式是要这样子写的 RM14除7 乘1等于 可以吗 因为 如果你这样子做也是可以的 724 但是我要写红色的话 算正确的方式这样子写 所以 14除7等于 RM2 RM2乘1 可以吗 RM2 这样子 它的算法 OK 好 接下来我们去下一个练习期 确认 确认某一个纸 确认某个纸 我们来看看这个菜单 清炒食书 8令吉一碟 三宝饭 12令吉一碟 鸭肉粥 14令吉一锅 福建面 15令吉一碟 OK 分析完这个菜单之后 我们来看它的题目 问题要求 美军和家人点了若干 若干是一些 若干碟三宝饭和两碟 清炒食书 结证时 美军的爸爸负了52令吉 他们共吃了多少碟 三宝饭 OK 这题我们要怎样确认呢 多少碟 若干碟 就是若干碟 放B乘三宝饭 三宝饭是12令吉 12 加2碟 2乘清炒食书 是8令吉 OK 到这里明白吗 若干 B 好 就等于B乘RM12 加RM16 OK 那这里它总共负RM52 对吗 所以呢 我要拿RM52 减掉这个RM16 然后呢 再把这个层搬过来 编 除 就可以找到这个若干 好 我们先减 52减16等于多少 嗯 36 除 12 等于B 在这里因为除 所以那个RM就不要放了 因为它问几点 所以B等于3 答案是3 对吗 我是检查一下 我是检查一下 确认一下 B 对 OK 好 好来 第二题 丁丁和家人则点了两锅鸡肉 鸭肉粥和若干 福建面 福建面 其中是丁丁的妈妈付了58令吉 他们共持了多少叠福建面跟上面的做法是一样的就是 两锅鸭肉粥就2乘14 再加若干 再加若干附近面 等于58令吉 OK 所以呢 这个是28 加15 等于 接下来呢 对了 减啊 B 这个我们简化它的 简单化它的算是 58-RM28 除RM15 58-28等于30 除15等于2 B等于2 OK 我们去 练习吧了 OK 练习吧 我们来看啊 这是迪卡 他让我们在迪卡尔平面图上标 0和3 OK 0 3 然后这个要 他们有给字母 我们要怎么写 括号 0 3 就可以了 OK 好 第二题 一只冰淇淋 五令吉 维新买了三只冰淇淋 维新需付多少钱 这题好简单哦 其实你就是一只冰淇淋 RM5 乘3 等于RM15 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也买了数只 OK 这是确认某数啊 相同的冰淇淋结账时 他付了四数令吉 他可以买 可以买了多少只 冰淇淋就是除了 对了 RM45除RM5 等于9 不要再写RM啦 RM45除RM5等于9 因为除法 还记得吗 老师每次在班上说 当除法出现一样的单位 我就要把它丢掉 答案就不可以再写 单位 不然答案就算错了 好 最后一个了 我们来看UPSR交点7 OK 我们来看UPSR交点7 哪一项说明是不正确的 OK 我们来看哪一项说明是不正确的 原点的座标是00 对吗 对 X轴是红轴 Y轴是纵轴 对吗 对 纵轴也就是竖轴的意思啦 C 读坐标时要先读X坐标 然后再读Y坐标 对吗 对 很好 现在我们去看 所以答案就是D了 先读Y再读X 它是错的 OK 好 第二题 迪卡尔平面显示M的位置 M的位置 M横 就是E 纵是2 所以是E2 哪个是E2 对了 但是A 不是21 好 第三 认识比 00买了一个算盘和5个定数机 算盘和定数机的数量的比 刚才讲算盘几个 一个 定数机几个 五个 所以 它的问题是算盘和定数机 一样吗 算盘和定数机 对了 不要按照它的次序 但是比1 5 1比5 第四题 假生有三条领带 假生与各个领带的数量的比 是1比6 各个有多少条领带 18条 对了 1比6 这个是假生的 各个又几条 1乘3 等于3 6乘3 等于18 比比例 是不是很容易 这比较是很容易的 来 8盒牛奶的价格是32令吉 计算一盒牛奶价格 就是拿32 除8等于4 答案实习 这题也是很容易 其实它好像除法练习一样的 最后题的 B 爷爷在结账时付了48令吉 爷爷买了多少盒牛奶 刚才讲牛奶一盒是多少钱 4令吉对吗 所以你就拿RM48 除RM4 等于12 买了12盒牛奶 好 我们去之后一面了 来 最后一面很简单 学生宿舍坐标在圆点 圆点 左 向右 三个单位 我们从这里开始 123 三个单位 然后呢 向上五个单位 12345 所以学校的 点在这里 然后再写 学校 没有括号 一定要写 学校 这有两分 满分 好 这一题 认识某个值 一碗绿豆汤有100克的绿豆 一碗绿豆汤有100克的绿豆 他要准备25碗绿豆汤 25碗绿豆汤 他需要多少克的绿豆 就是1乘20 OK 等于20 所以100 乘20 20乘100等于2000克 可以吗 好 今天我们的数学作业的讲解就到这里 明天老师会放这个单元8 数据处理的 还没有完成的同学要赶快咯 老师明天会放这个单元7的 然后今天老师会要求你们做一个数学模组的练习 老师会放这个soft copy给你们 就是你们可以看把答案写在testback 过后老师会再来得及的话 老师会再录这个讲解视频 OK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好 好 好